大家好,又回到轉網監牢 晚快就到翌日的五點鐘,體力也回好了 實體力的,我們可以開始了 看看這個章子應該是... 我可以最盡玩到哪裡呢? 這裡五...八...咦,我們可以玩到這裡 但還沒玩,玩不到最後 不要緊,我們來吧,推理 時不延遲,立即開始調查 應該呢... 今次的分身靈就是這個九條腎之介 就是那個暴走族的那個人 看似暴走族的那個人 誰來的呢? 運動部的女孩,看來很急 還是不要打魚的,有這種人 我們先跟我們暴走的人聊天 OK 如果我們可以知道他的動機就好了 總之先調查一下 犯人不是怪物,不過想不到 竟然有分身靈,腎之介 我還是第一次看到他哭 動機這樣是什麼呢? 嚇死我了 沒事就好了,過了去了 不過我不會再做有利了 不良少年的衣服 應該找哪些啊? 這裡? 對了,虎文摩托車 是神之介開的 我親一下見都不會錯的了 也就是說他在附近 OK,心外的單車,D單車 這個就是他 是神之介啊 他好像進了那間店 好像是戲院來的吧 門開有一個站起來很可怕的人 他會放我們進去的 不的確很可怕 反正神之介也進去 我們也進去試一下吧 不好意思,我們可不可以進去店 蛤?你們是什麼人啊? 這裡不是好像這些乖孩子 乖孩子來的地方 拉他 感覺不太妙 沒問題就交給我吧 在你眼中 我們看起來像乖 原來 不要看我這樣 我們是厲害的不良少年 什麼? 你不是想玩嗎? 年輕人 你不如你要緊張 搞我 在搞和 不好意思打擾了 昨天失敗 果然不讓我們進去 看他的意思 是覺得我們不配進去 但現在要問神之介的士之人 進店裡 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為什麼打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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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裝店 我們的橋裝 這個衣服真厲害 一看就看得出 是不良少年穿的 不良少年穿 對了 如果你穿得跟他差不多 或者就可以進去店 真的說 我們的樣子不像乖 就可以進去 他的意思是 我們要扮成不良少年 就是這樣 我覺得一次步都行不通 我同意起著我的意見 因為聽起來很有趣 嘩 你這樣說 但我不想再被不良少年 纏住 遇到可怕的事 就這樣 叫幾個人進去 其他人就不要去 我們剛剛被人趕回來 大家一起去的話 被懷疑機率更加大 說都是的 但誰去呢? 等我來吧 留意你決定 是啊 你之前穿了這個兔子裝 找這個線索 這次輪到我了 不要勉強 不要思 就等我和留意兩個去吧 交給你兩個 我們去換衣服了 怎樣啊 整隻鬼一樣弄了 我們快去吧 沒有主角粉 主角是不是不像不良少年 這邊是不是 我們去吧 交給我吧 太刀 要盡量和不良少年一致 太刀 你們是誰啊 本來是想進這間鋪 看上去 三眼口 關你屁事 快點放老子進去 沒事這樣才比較討厭 就是個狂妄的家房 算了 快點進去 蛤 你說多謝 看上去是剛剛那幫人來 被人發現 對不起 你們幾個 我有事想問 有什麼慎之間進來 你說扣呀 他最近經常理 他做什麼 你理他做什麼 我們是他朋友 他一直沒有上學 我們很擔心 具體原因 腦子不清楚 不過最近好像收集附近不良少年的訊息 看來好像在找某個人 找某個人 或者這個和這個襲擊有關 大概 你知不知道他找誰 鬼知呀 你只要問他 那我們讓我們進去找他 你說什麼 你看 影蟲後門走了 不知道走了去哪 他去了哪 他說去公園 要說的 趕快走 多謝大叔 拜拜 金鳳樓也很怪 不斷說多謝 神之街來了這裡 裡面好像有人說話 是神之街 他跟誰說話 就是剛才那個運動 操場的人 跟這麼漂亮的學者聊天 感覺二人之間的氣氛很好 所以你今天有些什麼事 特意叫我來這裡 好像是 因為 我想把這個交給你 好像被學者給了些什麼 看上來好像是順風 順風 真的很抱歉 然後又開始哭 都是我 不要哭了 過了去 他已經想開了 一點都不介意 這個是什麼情況 那個神之街竟然又哭 而且學者一點都不生氣 還面露未燒 看上來很溫柔 開始扣好信風裡面的東西 神情變了 他又開始 學者這次怎麼又哭了一份 發生什麼事 你這個什麼意思 我才不要這些東西 還回給你 將封信還回給神之街 啊,順風是錢來的 看上來很多 兩個發生什麼事 這些劇情我一點都看不明白 夠了,我要走了 這些錢都是不收的 他們兩個好像都回去 剛才是什麼回事 剛剛開始的氣氛明明很平靜 但是當學者看到錢 就變得很險惡 難道這個真的是所謂的修羅場 修羅場 即是說那個學者和神之街是一個交往 不是 我們還沒有這個確實的證據 但至少知道這件事並不簡單 他們兩個之間應該發生了什麼矛盾 我都不太清楚 不過我可以感受到神之街的動機 可能跟那個學者有關 我也是這樣想 畢竟學者變成哭到這樣 那我們調查一下兩人之間發生什麼事 好,明天再調查 天昔二晚 總算放學了 立即去打定消息 不用花學 不是這班人 好 學者在哪裡 學者在哪裡 對了,又看到了 田經報的人 他們身上的制服和學者一樣 的確 總之問問他們 不好意思打擾了 這些有事 我們在找一個人 一個帶著帽子的黑色短髮學者 哦,沙油理 就是站在那邊的女生 田經報經理 哦,真的是他 也是經理 就是那個人 原來他是田經報經理 我覺得他的舉動不像經理 更加像選手 因為之前還是主將 但最近變成經理 變成經理 聽大家說他因為成績紀錄沒有上帳 所以壓力太大 大家做什麼 咦,這班人是 哦 田經報的成員 從身上的曬痕來看 一定是不斷黑虎訓練 非常適合短髮的造型 可愛極了 精神的女孩 一定肯受男孩子歡迎吧 哈哈 他們找你 找我?為什麼? 不好意思 打擾你進行社團運動 我在開門見三感問 他說你和神之界見面 是啊 我們神之界同班同學想知道 昨天發生什麼事 你神沒有什麼大事 真的這樣? 真的沒有什麼? 但是你給錢 他給錢你,你確定 你連這個都見到? 不管怎麼看 看起來都不像沒什麼 你和神之界 是不是那些不能對外公開的關係 什麼叫不難對外公開 你這是什麼意思? 阿武 我們就問一下 難道 神之界曾經對你用過暴力 他好像是個危險的不良少年 你收到的錢是賠償金 不是這樣 神之界沒有做的 為什麼要付錢? 不是賠償的話就是封口 沒事的 我們神秘漢研究部會保護你 不用害怕 你不要隨便評價其他人 你一點都不了解他 神之界他是 我要走了 又走了 不要跟著我 他走了 剛才他的態度 看來學者和神之界一定有故事 根據他的證詞 我們可以排除他被施暴的可能性 是一口否定了 但既然不是補償 那為什麼他一邊哭一邊道歉呢? 還給錢他 那兩個關係真奇怪 找得有道理 看來有必要問神之界 時間到了 嘩 又這麼快來了 消滅分身靈的時刻 超破雷將進行絕望審判 請來到監獄 不是我們再等了 嘩 這麼快就去開庭了 你吧 我都不太清楚 感覺這次比以往的快 明明給多一點時間就可以知道動機 或者直接吵 超破雷你就可以查清真相 這句話這麼不負責任 多多自教 整理 快點討論吧 案件跟之前一樣 我們已經得知了真實身份 今次九條神之界 既然知道身份 接著了解他的動機就可以了 但動機真的一點都減不清 唯有之後的審判才把案件整理 今次的受害人在街上不良少年 他們逐一被人遇害 證詞讓我們以為是野獸組 現在實際上穿著虎紋衣服的神之界 襲擊人的樣子很奇妙 他在一邊道歉一邊襲擊他 這樣就肯定有些理由 我都親眼看到他打人 一邊哭一邊揮決 你真是令人無不熟 這個案件還有另一個疑點 就是 學者和神之界的關係 兩個人在公園見過 一開始氣氛很平靜 後來神之界一邊道歉一邊 將錢遞給學者 學者見到下面真的很生氣 從旁觀者角度來看 兩人的對話非常詭異 他們一定有些不為人知的事 當時這一點都未看得出動機 我們要努力找真相 好,第三次絕望神報開始 嘩,四體力 來吧 為什麼哭一之苦 要襲擊不良少年門 來吧 抽卡 你喜歡沙游你嗎 YES 沙游你是什麼關係 這個可以問一問 喜歡自己嗎 這副沙游你嗎 意思就是假哭嗎 假哭 襲擊的動機跟他有關嗎 問一下這個 難道是欺負過他嗎 通常應該是YES 沒理由LOW 這裡 好,升聶 抽新卡 失去對田徑部的熱情 會不會因為他傷害過去 所以要什麼呢 應該是受我傷吧 應該是受我傷 所以才做經理 就是那幫不良少年做的 有機會就是 有機會就是 好 來,抽卡 三樓的受傷都是自己的錯 這裡 嘩,因為太過 跟這個人 貼得太近了 所以他就傷害那個女生 這裡YES 應該是吧 全部都YES 我看那些都 打一張 好 特別是屬罪 這個很明顯是 不需要問 是不是突發事件 這個都未知 再看 紅的不良少年有仇 沒有仇 應該是突發事件 NO 不是突發事件 那是一個蓄意的行為 蓄意傷害他人罪 因為你才受傷 好明顯是 這個應該是YES OK 是YES 然後下一個屬罪應該也是YES 沒錯 至於這個有沒有仇 我覺得應該是LO 跟這個不良少年有沒有仇 是LO 即是說很大機會 OK 對了OK 看得到了已經 對普魂這個戀愛之情 那些痛癌他的不良少年 或者出氣就 襲擊 現在這件事 呃... 腳受傷 於是為了 為了復仇 蛤? 不是戀愛之情? 我的天 MISS 嘩! 這麼多回合 不是嗎? 我可以再抽卡 竟然不是這個 喔!這個不是 應該是... 罪惡感 襲擊 接著腳受傷 之後再復仇 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這樣 看錯了 看了一些文化上 就看到了 就不是戀愛之心 對 本次成績是C 還是只有C 真可憐 有甚麼再看呢 已經沒有體力了 那真的我們又要等下一次再玩 OK 好 玩法又過了一天 那我過了第二天的下午五點鐘 現在就可以繼續玩 那我連劇情給大家看 應該就可以... 對了可以玩完 好來吧 虎的懺悔 上次應該是說 就是... 完成了這個絕望審判 九條神之界 之所以做這些事情 就是想補償這個學者 沙油你的學者 沒錯 其實是我青梅竹馬來的 這麼認證的學者 真是你的青梅竹馬 好意外 你甚麼意思啊 對不起我沒有很害意 一直很擔心 我經常走到我家 叫我上學 真的喜歡外館閒事的家夥 但是呢 正因為這樣 那個家夥才會被傷害 是因為外館閒事才被人受傷 究竟是甚麼事啊 好久以前 就進行街頭嘔鬥 但是呢 因此打贏過不少的不良少年 所以有很多怨恨 其中 有人不認為 沙油你呢 是我女朋友 就在他回家 就襲擊他 但他因為覺得 就算直接向我伏手 也打不贏我 所以腳被人弄傷了 傷得很重 所以高中上一場比賽 他都參加不到 難怪變了做經理 是的 說過最後的比賽 一定要獲勝 說我這個一直在努力練習 都因為我他的努力全部白費 我沒有辦法原諒這樣的自己 但我不知道怎樣補償他 於是分身零誕生 這個就是分身零誕生的理由 那他襲那些不良少年 當我也是為了報復他 因為當時晚上 四周圍很暗 似乎都不知道是誰 所以我到處打拼 把類似的人全部打拼 很大大的舉動 那這些錢哪來的 在那些不良少年搶來 我希望可以用這筆錢 把腳衣好 然後我給多少次 他都不肯接受 原來是這樣 原來做一切都是為了補償他 這筆錢會怎樣 這筆錢會被淨化 這個神之界的本人都會得到救贖 那我有件事要拜託你們 不要淨化我可以嗎 什麼 你知不知道自己說什麼 如果不淨化你 本體會死的 我就是想這樣 蛤?你說什麼 你為什麼要自尋死路 我做過沒辦法玩他的事情 那個家庫一直對我很好 一直想叫我去回正確的道路上 但是我 總之我不想再添麻煩 如果我還在生會令他肺盡心思和難過 我不想讓他再承受這些痛苦 所以倒不如一死了之 不關事 他都是照分身一個出來 神之界 你錯了 死了就可以熟了 你剛剛說話未必太自私了 我不是很了解學者怎麼想 但是跟學者談完之後 我感覺到他對你有一絲恨疑 沒有感受到 不如說看來你更加像是擔心你 對 前輩一定是因為擔心你 所以 先沒有跟田徑部的人說 他變成經理的真正理由 都是為了保護你 不要再說一些好的話 肯定是對我 為什麼石頭哭的 真是一個冒出即是瘋型 況且如果你這樣死了 會令前輩覺得錯在自己 為什麼有多自私 瘋型 我雖然沒有權利對你講教 但是請你叻之後好好聊一下 同學者 你說得對 我是個瘋型自私的家婆 在這個地步 還打算做傷害的事情 很抱歉 哼 你懶得贏這個區域 道歉還是留給學者 說得沒錯 那邊的管理員 淨化我吧 你也就是說你要活下去 沒錯 那邊的年輕人 多謝你 小筆點 我只是做我應該做的事情 看來你們的交流結束 一來分身靈的側面目台動機就被揭露了 開始淨化 其實我也不太明白 他淨化這一個是他的分身靈 對 那從哪裡拿進來 外面那個不是分身靈 就是外面 撞到那個是分身靈 那現在這個 這個 本來是 本體 我不知道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好 繼續 就這樣 神之介 是分身靈 化作光 就是說其實這裡遇到的就是分身靈 對 至於那個 靜體 就被人監禁了 不知道在哪裡 對 但是怎樣 怎樣他會傳 召喚到分身靈 來到這個絕望的 監牢 這個庭 這個審判 靜犯是完畢 唉這次好累 多得小母之內才能夠說服神之介 沒什麼 即是覺得他的態度很生氣 把自己的事想說的說出來 下次劫意要小心 畢竟跟他說自私有哪形 對呀 如果他記仇那怎麼辦 我覺得他不會因為這樣的事 都是的 雖然我講了一些不適合的說話 但是看起來應該是一個認真的好人 今次的事他是為了生由你的學者才做 唉呀 這是什麼一回事 這些關係這麼好的 這隻所謂的青春真是美好 你可以產生到事務知情都很正常 不然你沒有朋友 今後霸佔各位了 恢復你的記憶 開始了 清脆的響子聲帶我進入夢境 又躺在地下了 OK 這個是不是又是大火事件 不是 今天和大家真的開心 沒錯 明天一起玩 好啊 英樹真是厲害 又聰明 人緣又好 和大家一起玩有這個領袖的感覺 很受女生歡迎 怎麼突然說這些 而且還邀請了剛剛轉校的我 令我和大家好好相處 唉呀 你說的東西都令我不好意思 唉呀 英樹的心目都好像英雄一樣 哈哈哈 說真的 我的家是另一個樣子 我的父母都是政府議員 他們很嚴厲 相當在意面子的問題 我的家是為名是從的乖孩子 我是這樣 雖然受到管教 但他們對我很好 我不會被他們添麻煩 所以超級乖 還有做乖孩子的時候 完全想不到 就是他本身都是壞的 總之做老朋友真的很好 你為什麼今天一直都爭我 喂 快點走吧 你們兩個 OK 醒來的時候我已經在酒吧的梳化 剛才的記憶還是跟那個英樹的人有關 難道是我 感覺是我中學時期的記憶 OK 應該快要見那個人了吧 我回來了 歡迎 有客人來找你 找我 噢 神之街 你為什麼來這裡 我之前受到你們的照顧 因此想你們多謝 哦 就是這樣 在那個之後你跟學者怎樣 蛤 不是應該說對不起的是我 被人問的時候 就要反射地做這個態度 已經成為習慣了 噢 三猴你約好了 接下來見面聊一下 沒錯 打完堂堂正正再道歉 就算他原諒了我 我都 我令他努力 努力普通的事都沒有改變 一輩子都不會忘記這件事 一定要想辦法用正確的方式來償還 不要感激你們 多謝了 對 這個給你 這個點心 我們部首是開日式點心 甜的 你們可以一起吃 跟研究部 啊 交給你咯 還有什麼不行啊 不好意思我現在收了 事情辦完了我走了 我真的要問問 又怎樣啊 這個交給你 這個什麼來的 又將那些廢章給人 你有沒有打算加入神秘學研究 啊你叫我加油 你這個研究部 做什麼的 一般都是調查分身靈的事 不過解釋的也很麻煩 好 那好吧 我無所謂啊 加鴨 可以啊 你怎麼這麼問事啊 我猜不到你這麼簡單的同意 我欠你們一個人情 還人情 當然是男子漢應該做事 大家一定很高興啊 我走了 再見 哎呀 看起來很不同 是一個誠實又可愛的男孩 說真的 你這群朋友當中 他有我最喜歡的類型 哎呀 阿布先生說真的 你猜一下 今天有些事要出去啊 你看店裡 蛤 我這裡不是中華山 我看店 在安積的店裡 心心嘆一口氣 然後把之前的恐嚇信拿出來 希望呢 記件日不明的信件寫著 不要再阻礙我了 這個對理警告 無此這個警告 做好心理準備 我不知道他所說的阻礙是什麼 難道是 跟分身靈有關 雖然只是推測啊 但是呢 嗯 信指一我收到 就意味著 跟分身靈脫不離關係 這個記信人 是不是警告我不要再消滅呢 如果是這樣 最後這句話 做好心理準備 意味著我參加活動 就會捲入危險 但如果不消滅 我的記憶又回不了 怎麼做呢 不行 想太多了 還是先休息一下 然後就躺在沙發裡 又說要看泡 蛤 這裡是哪裡啊 是這個 鈴鐺的聲音 這裡不是神社鳥居 怎麼來這裡 快點來吧 不跟上去呢 就扔下你了 等等啊 那小孩是我 這個是我的記憶 總覺得很懷念 但是這裡究竟在哪裡呢 啊 剛才那些 是夢 想不到會以夢的方式 恢復記憶 這份記憶來自 不行 記不起 就在這個時候 感受到很奇妙的事事 不及回頭大不看 哇 伸了黑色衣服的神秘人物 進來了 已經入眼念 你是誰啊 什麼都沒有說 一直在看著 你是誰啊 閃了門 你信不信我去信啊 你叫信 難道你那個哭啊信 沒錯就是我了 我不是趕了 不要再阻礙我 你說的阻礙 和我消滅這個分生靈偶 沒錯 果然 你究竟有什麼目的 我的目的 是阻止你們消滅分生靈 如果再阻礙我 我就不客氣了 還有我再警告你 今天在這裡見面 不要跟任何人說 當然 也是神秘學研究部的聲音 如果透露的話 我就讓你們試試這個斧頭 聽住 我一直在監視你們 隨時可以殺了你們 果然就打開門離開了 等等 放張鎮蓋拿電話 沒有人 怎麼突然消失 那家貨 究竟是什麼人呢 之後呢 我一夜都沒有睡 已經沒有了 唉 又要四體力 這個應該是下一張劇情 好了 今集時間就先玩了這麼多 我是 這一集應該用了兩天的時間 因為有一天要是 回復體力 另一天就要回復 第二天的體力 好了 下次再見 各位掰掰